进出中组部 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 作者 严怀 播讲 夏秋年 第十一章 第一节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概况 下 东亚所的中国研究员李湘鲁 1984年的墨干山会议上赵紫阳的李秘书与中组部的严代表 初十 相谈甚欢 其后近十年接触不断 有意日深 此时在东亚所再次相逢 他相遇固之 格外亲切 他向我详细地介绍了东亚所内外各方面的有关情况 兴奋之余 我了解到李个人在新加坡颇为不顺的波折经历 起初 吴庆瑞许诺他任东亚所副所长 我在美国极有耳闻 1992年李来新后 办公室门上挂着副所长牌子 熟料一周后 门牌突然由副所长变成高级研究员 没有任何解释 我事后听说 李光耀因怕中国政府不悦 欲改任他为理事 又有内阁部长反对 认为政府的研究所不应该有外籍人士担任理事 而东亚所本部女社高级研究员 唯一的高级只授予吴庆瑞的同学好友 相当于我们父辈的余老 在各方为难的僵局相持半年后 李香鲁激流勇退 毅然离去 1993年1月 他退掉租房 搬来与我同住10天 离开新加坡赴香港发展 随后他在中国和香港经商 非常成功 1994年后 我每次回中国 他只要在国内 我们必聚餐畅聊直至现在 当然 大部分是他抢着破费 周子英 父亲周鲁峰 曾任辽宁副省长 在北大副校长任上 因幼卿被整肃而愤然离世 子英北大经济系毕业 利宁高足 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干部 后任农业部长何康的秘书 文笔与见识皆属上成 对六四镇报有看法 放弃既得利益 毅然离开体制 因为与吴庆瑞在中国任顾问时相识 故成为东亚所最早的研究员 在新加坡共事三年 所内挚友 理所两年 新加坡上密友 后在美国旧金山 中国北京每年必聚 有意至今 杨慕 原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副所长 中国和英国双料博士 自牛津来东亚所 我们1984年在墨干山会议相识 回北京后共同参与青年企业家联谊会活动 在美国加州浩然营又相处一个月 老朋友新加坡在共事 分外亲切 我们的专业互补 他在经济学上对我的指教 令我受益匪浅 我在新加坡五年期间 清华和交大两个名校老五届文革大学生的情谊不断 我们三十多年的友谊延续至今 尽管如今政治观点不尽雷同 赵二军 164移居巴黎 1993年1月17至20日 我在法国结识的好友赵二军到东南亚办事 途经新加坡旅游四天 我应义不容辞的担任陪吃 陪住 陪玩的三陪 恰巧那几天 吴庆瑞要与我讨论修改他让我为新加坡高级官员讲课的教材 15日 我请于住业带我向吴请假 被拒 4日 我拉上于老 不经预约 直闯吴办公室 我说 吴博士 我在法国落难时的穷朋友难得来新加坡 现在蒙您照顾 我发达了 不能不管穷哥们 吴庆瑞 什么朋友这么重要 我 他不愿意张扬 为请假我就说吧 赵紫阳的二小子 5 怎么不早说 我做中国顾问时赵紫阳对我很好 现在他落难了 我应该照顾他公子 你刚来还没买汽车 借给你一辆车 好好陪陪这孩子 我与二军除了游玩名胜心计外 吴庆瑞还安排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局长杨胜德 陪同我们参观东南亚最大的开发区玉郎工业区 让新加坡港务局阮国伦局长带领我们访问名列世界前茅的港务局 19日晚 吴庆瑞夫妇隆重宴请二军 我做陪 席间 吴对赵紫阳极其亲属的境遇极其不满和非常同情 当了解到二军做些小生意 学法语的太太在巴黎香包店打工时 吴说 你们来新加坡吧 待遇和颜怀一样好 1993年5月 二军夫妻和女儿举家移居新加坡 二军被聘请到东亚所与四家新加坡大公司合营的心中投资贸易公司任职 六四前 坊间盛传二军导电室发大财 二军在法国的窘况自不代言 到新加坡后 一家三口曾住我家 后租两室一厅的单元房 其中一室还被房主堆放货物 他们的女儿就读法国学校 费用较高 因此经济较紧张 一直没有汽车 而同期 另一位正国籍的儿子刚来新加坡 一次用现金就买下海滨高级私人别墅和高级轿车 多么鲜明的反差和对比 另外 还有两位学习法律和外贸专业 没有官场背景的研究员 以及几位做辅助工作的研究助理 从以上主要研究人员的阵容 可以看出新加坡领袖对研究中国的重视 以及从世界各地招募聘请我们的良苦用心 郑永年 帮助助房 购置生活用品 遵朋友之托 尽地主之意 12月31日晚 单身的我在家里向饭店订菜送到家 宴请我已离开一年多的东亚所的全部中国学者及家属18人 共同辞旧迎新 正是三位单身赴宴者之一 1997年春节 郑太太来新 郑家宴请同事 我春节后从中国返新 2月22日他特意不请我 我们共同在新加坡期间学术和友情交流频繁 97年底我离开新加坡前 互相宴请则是最后的西别 我一直关注政进部 直至他任新大东亚所所长 经常对中共小批评大辩护 眼下我们彼此观念的差距与地位的差距同样巨大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